字幕字幕志愿者 杜茜 吃到街上都沒有人 快點剩下我們家的車子 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 報警 沒用的, 我剛才試過 你意思是… 我意思是大家無故再騙自己 說出不一切是正常的 你可否記住粉掌在那裡妖言罵 死定了, 愚昧的地球人 我不是大埔人, 我先走了 現在不是大不大埔人的問題 是不能走 出事的不只是大埔 可能是整個香港 I am trapped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我們 他說我失蹤了六年 不行, 我要走 那我拿公帖 哥真誠 不能走 你違反我, 即是違反命運 你別管我 當我們紅鞭 穿過獅子山隧道的一刻開始 我們的城市已經不存在了 社會法律, 仁義道德 是這個不重要的了 我真誠 如果你世界剩下我們的話 這個社會就是我們的 我們來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香港九七之後 拍了香港製造的導演 陳果,堪稱是香港本土 義式的標竿 陳果導演在擴別十年之後 推出那夜凌晨 我坐上旺角開網大埔的 紅鞭 很榮幸我們邀請到影評人 楊元凌為我們分享 元凌好久不見 凱英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片名太長 我們就簡稱紅鞭吧 這個要唸完實在太難了 對,那陳果導演這次 擴別十年 他這次是把網路小說 搬上大螢幕 元凌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電影本事是什麼 紅鞭這部片 其實我自己看了兩次 搶先 在香港的時候 因為香港電影節 他是開幕大片 就已經跟香港觀眾一起同樂了 那這部片在香港的票房 也非常的好 那這個故事 其實就像凱英剛剛說的 他其實是根據 非常爆紅的網路小說 改編而成的 據說就是這部片的拍攝 其實一開始是製片人 有人推薦給製片說 這個小說非常的紅 又濃縮了 這個香港的各式的這個 這個故事或者是人物 然後你要不要來看看 那樣子 然後製片人有興趣 才找了成果來拍 那樣子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個電影 其實也只拍了 網路小說的一半而已 就是說大家最後結局 其實如果你看小說的時候 他就是故事到了一半 然後片 故事的內容 其實就像這個非常長的片名 開始於某一天的晚上 然後一大群人在旺角 準備搭著紅Van 就是他們的這個小巴 紅色小巴要回家 那大家知道紅Van 其實是小巴 其實是香港非常獨特的 這個交通工具 臺灣可能有什麼社區巴士 但是可能都比不上紅Van 的這個歷史悠久 而且他可以說是 我自己做過幾次 我都覺得 真的就像電影裡面了 誰都做紅Van 你看到買菜的大嬸 下午可能就提著菜籃上紅Van 然後也有那種知識青年 或穿著這個早上上班的時候 就拎著公式包西裝壁挺 但是坐到中環 然後就下車 然後可能也會有刺龍刺青 或者是那種 你覺得他也做 那我要坐後面一點 那樣子 就是說在實際生活上面 你都就是就覺得紅Van 這個乘客真的就是承載了香港各 形形色色的各樣人物 那到了電影裡面 他也就巧妙地把各個人物 濃縮在這個晚上 一群彼此不相識的人 來自四面八方 年齡層各種各樣都有 然後背景什麼都有 然後坐上這小巴 就穿過獅子山隧道的時候 整個世界都不見了 然後就是非常奇幻的 整個世界只剩下這個小巴裡面的 乘客跟司機 那接下來他們怎麼辦 所以這故事很有趣的 其實是開始於一個奇幻的想像 末日來了 好像是末日來了 但也有可能是這一群人 一起撞了鞋 然後一起開錄了 什麼樣的益次元空間 然後困在了一個 什麼樣的狀態裡面 然後尋找出路 電影也很有趣的 就是每個人不同的反應 然後結合了接下來 他們尋找出路 然後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後也顯現了不同人 面對末日的時候 他們的譬如貪婪 然後慾望 或者是對於家人的掛懷 所有的東西就全部都湧現 剛剛袁玲有講到就是有末日感 然後也有益次元空間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少見的香港科幻類型 對 所以袁玲覺得他拍出了所謂的香港科幻類型嗎 我覺得甚至我們甚至可以說 因為奇幻電影 我應該說電影發展到現在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好新奇的了 那科幻電影或奇幻電影 你可以像阿凡達那樣 就是幾百億 然後大製作 但是一樣有他的這個奇幻的意識 那也可以很低成本的 小小的 或甚至很簡單的 像前陣子有這個肌膚之青 Under the Skin 這種Skin這種 就只是一個簡單的公錄電影 但是帶出一種科幻的氛圍 那我甚至覺得 Hone Van這部電影 其實成果不只是拍出了香港獨特的 類型奇幻的綜合品 他甚至是用很簡單的元素 有一些製作上面 或他也有很恐怖的飛車 大高潮 然後有那種什麼 世界末日 然後毒氣入侵 然後對於黑面人 就是有很多 甚至是日本漫畫式的這種想像 那這些元素當然是來自於 原來小說裡面本來就有的 但在電影裡面 它怎麼呈現 然後怎麼把一個香港 這麼繁華的城市 變成一個無人的空城 不只是無人的空城 它還有就是說對於未來 對於末日的一種 一種元素的處理 那這些東西 我甚至覺得成果不只是拍出了香港獨特的奇幻類型 而是拍出了一種很具本土色彩的一種科幻手法 你看得到就是說這樣的手法 如果我們把它獨立出來 那你把它應用在甚至是臺灣 某一天我都看完之後我就覺得某一天臺灣 如果你坐上末班的捷運 然後出了捷運站之後發現 那個整個世界都沒了 然後只剩下捷運跟你同車的這一車廂的人 然後你怎麼辦 或者是我坐上了開往陽明山 假設我家住陽明山 然後我開或淡水 開我坐最後一班公車 下了車發現家也不在了 回到家一人都沒有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末日設定 其實我們是可以放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 那重點是接下來你要談什麼 透過這樣的奇幻類型 透過這樣子一個末日的設定 手法的有趣 或者類型的豐富娛樂精彩之外 我覺得成果很有趣的是 他把很多對於香港本土的討論 現在的社會意識的討論 或者是當下年輕人的不同的狀態 批判也好 然後稱讚也好 或者是討論也好 這些東西怎麼樣的融進 這樣子的類型的表現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是更有趣的 不只是看到了奇幻的豐富喧鬧跟爆笑 那你透過這些嘲弄的元素放射回去 或者是還原回社會本身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帶給我們很多對於當下的思考 那這一切其實都反映了成果對於在地的思考 它很巧妙地去把這種對於當下的社會批判 然後香港的精神在哪裡 香港的價值 然後香港人面對了所謂中央政權的 大陸中央政權或者是新移民 陸客 我們在反服帽 他們其實比我們更有更深刻的感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